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高官以外提情綱 做錯事 下場就是如此 你是披著羊皮的戰狼 獵狐行動要訣 後任外長聽玩笑了 習滿臉怒容 這份特殊名單讓他寢蝕難安 川普計畫修強 北部邊境逮捕500名恐怖分子 觀察名單人員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月25日 星期四 我們通常會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高官以外提秦剛 做錯事 下場就是如此 中共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1月24日接受彭博新聞採訪時 意外地提及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被撤職一事 他認為一些歐洲的政治人物也有被免職的時候 如果他們做錯了什麼 那結果就是這樣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國的政策上會發生任何改變 他也不認為這事會影響他的工作 彭博社指出 在歐洲的確有官員因犯錯被免職 但他們不會因此完全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 然而秦剛下臺後就再也沒有露過面 彭博社認為 秦剛垮臺與中共軍隊遭到整肅 顯示中共體制缺乏透明度 加劇了投資者對中共決策不透明的擔憂 北京的含糊已對 讓投資者不得不對中國保持警惕 秦剛在去年6月突然消失 一個月後 中共宣布因健康原因免去秦剛外交部長一致 之後秦剛仿佛人間蒸發 不見蹤影 去年12月 傳出消息指 秦剛遭到酷刑 已經自殺或被秘密處死 但中共依舊沒有作出回應 你是披著羊皮的戰狼 獵狐行動要決 後任外長聽玩笑了 據知情人士透露 去年夏季 習近平在物色外交部長人選 接替突然被免職的秦剛時 有一個名字位列候選名單之首 《瓦爾街日報》報導 從很多方面來看 劉建超都是一個不尋常的人選 他是一名翻譯官出身的外交官 領導著一個傳統上負責與朝鮮和越南等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建立聯繫的共產黨機構 和許多前任外長相比 他在美國的經歷相對有限 他曾在中共的反腐監察機構任職 這在中共的外交政策部門也十分罕見 劉建超 曾是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 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 是擊捕境外再逃經濟犯罪嫌犯獵狐行動的關鍵人物 但據知情人士稱 劉建超正是因為他在黨內的經驗 以及所展現的政治忠誠 而得到了高級外交事務官員的大力推薦 在中共加強黨的控制和強調安全之際 習近平尤其看中這些特質 上述知情人士稱 中共黨魁決定先讓劉建超試一試 重點是加強他與美國打交道的經驗 為了給這一任命做準備 中共本月早些時候派劉建超前往紐約 華盛頓和舊金山 以提高他在美國外交政策界和商界的知名度 在整個訪美期間 劉建超繼續推進習近平試圖緩和與美國緊張關係的努力 同時堅定中共的政策 包括對臺灣的主權主張 國家安全議程 以及規模上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計畫 劉建超於1月9日 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舉辦的一個論壇上發言 他在回答聽眾提問時說 自己之所以被選中擔任這個職務 是因為他在國際合作方面的經驗 劉建超還在該論壇上否認了中共展開了咄咄逼忍的戰狼外交 儘管中共外交官經常對任何被認為是批評中共政府的言論距離力爭 劉建超說 習近平在最近剛剛結束的外事工作高層會議上提出打造外交鐵軍 他的真正意思是 中共外交官無論在國內還是在世界各地都要保持演名紀律 在持續一小時的論壇結束時 主辦委員會主席弗洛曼說:「我甚至可以說你是披著羊皮的戰狼!」 此言一出 觀眾和劉建超本人都笑了起來 習滿臉怒容 這份特殊名單讓他寢食難安 習近平日前在中紀委全會上連續喊出12個自我革命 表態堅決打贏 反腐敗鬥爭 攻堅戰 持久戰 新聞畫面顯示習滿臉怒容 顯示大整肅仍將進行 大紀元評論員岳山撰文說 但與中紀委頻頻公開打虎的常規反腐動作不同 一些已坐式落馬的將領 高官 官方信息詭秘 當局似乎要掩蓋些什麼 這些人有多特殊 已確認出事的前外交部長秦剛 失蹤一段時間 然後遭到免職 從此銷聲匿跡 而以前國防部長李尚福為首的一大批軍方人員 軍工老總 也是類似的情況 相對一般的落馬官員所走的公開程序 這批人可謂是特殊群體 包括前後任火箭軍司令周亞寧李玉超 前空軍司令丁來恆 火箭軍副司令李傳廣 軍委裝備發展部原副部長張玉琳 火箭軍裝備部部長呂洪 退役上將劉亞洲等 這些人被拿下 中央委員職務需要被摘除 問題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去年下半年一直拖到現在 也沒有宣布要召開 這已經引起國際觀察人士的議論 認為中共內部可能涉及中共內部權爭 習近平仍未想好如何處理這多名中央委員 因為官媒在二十大前後曾公開宣稱 這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都是習親自把關審定的 習一直擔心自己創建的中央人士大盤崩塌 所以極力互短互盤 估計這批人是被舉報報黑料 習才不得不處理 近幾年 習因為三年清零政策 鬧得天怒人怨 最後又自打臉 放棄自己一直強硬堅持的清零 他其實以權威掃地 現在人士大盤又出事 習特別害怕將自己食人不明 用人不治的問題公開攤在全體中央大員面前 那同樣是自打臉 甚至是自殺作為 這批被特殊處理的高官和將領 問題可能不在於單純的貪腐 而是對習部中 除了前邊這些人 同期捲入出世傳聞的將領還有很多 如前國防部長魏鳳和 戰略支援部隊司令 拒前生等 即便現任軍委副主席張又霞 向來被認為是習的鐵桿 習在倒查裝備發展部時有意放過他 但那些落馬貪將為了自保 也會亂咬 其他人 軍委副主席何衛東 軍委大秘 鍾少軍等 誰又知道他們腦後有沒有長著反過 歷史上獲奇削強的事太多了 川普計劃修強 北部邊境逮捕500名恐怖分子 觀察名單人員 美國前總統川普對北部邊境問題發表言論 稱其不太好 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迪斯和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也表示 北部邊境問題日益嚴重 共和黨在選舉中將北部邊境問題提升至政治前沿 特別是在西罕布什爾州州的初選中 德桑迪斯承諾提供更多資源強化北部邊境保護 將問題歸咎於總統拜登 川普同樣在愛荷華停留時 表達對北部邊境的關切 並在集會上表示 非法移民穿越北部邊境激增 包括一些在恐怖分子觀察名單上的人 黑利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競選活動中 多次強調北部邊境問題 統計數據顯示 北部邊境逮捕了近500名恐怖分子觀察名單上的人 而南部邊境則有80人被捕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的內容是 來頭超級大 英國小粉紅事件 主角李英資料被挖出 恐暴生態大災難 中共在華坡斷裂帶集中區建造25座大壩 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的他 訴請離婚 控訴半年挨打其次 新書爆料 拜登和他以水火不容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Khynsi unin赦世界 Khynsi 因為最多的 Khynsi słysay 噗哨 sauce 嘩哨 食嘩 這個聲 好